在刚刚过去的10月29日 上海的一场万圣节活动吸引了无数网友的关注 焦点是一位女士Cost那英造型 在线了那英的经典语句 让网友们直呼太像了 更有网友戏称 这因Cost那英 那英再一次被大家讨论上热搜 其实那英身上有两条线 值得说到 一条是横跨30多年的歌手生涯 从80年代末西北风山沟沟的土味山妹 到90年代征服的城市女人 再到新世纪末的后现代伤感 风格迭代具有里程碑意义 那个时代的歌手能活跃到如今的 好像只有那英一人 她的师姐毛安宁处于退隐状态 她的闺蜜王妃指出电影歌曲 她的对手田振已寂寂无声 买走了她原唱歌曲 祝你平安的孙乐也很少露面了 另一条则是从默默背对到放飞自我的成长轨迹 映照出时代文娱氛围的流变 90年代是看不到明星什么真情实感的表达的 尤其是被记者润色后 更看不出个人特点了 浪姐找出了2002年那英的一顿采访 万 作为乐坛前辈 为什么你过去的那些好朋友一个个都没了 那英答 因为现在我进步了 他们没有 那英现场下跪直言对不起 其实 这份采访并不是他那会儿的常态 当时的他虽然是一线歌手 但确实不敢对人 在2001年的一本杂志里 他甚至谦卑地说 我不跟别人比 我只跟自己比 我需要忘记过去那些成绩 重新创造一个那英 同一年的田振大奖事件中 那英也只是委屈巴巴地说 或许我不是最好的 但我是最幸运的 我一直在这里